伊勒克城市摩蘇爾被伊斯蘭反叛分子佔據後 估計有50萬人逃離該市 幾千名南韓警察突擊搜查一個教會地點 搜捕船逃的南韓商人余秉燕 他是因為和今年4月份杜倫海難事件有關而不通緝 印度破紀錄的熱狼激發國會外的示威者情緒 也影響到國會大廈內的政治形勢 德國強風暴洗到樹木連根拔起 並且造成最少六人死亡 強風暴癱瘓當地交通 並迫使德國第三大機場需要關閉 參加世界杯足球賽的德國隊 在星期一開始首場比賽前 和探險家邁克霍欣在巴西齊出海航客 在巴西齊出海航客